讲到这个地方呢 台长很喜欢跟大家讲 有一个风水叫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经常不是有 到东方台来买那种山水画吗 你们知道山水画怎么分的吗 山管什么 水管什么 我们谁能讲出来 比如 讲得出来的都没举手 我告诉你们 山实际上是管人的 这座山你放在家里 如果这个山画很漂亮 没有水的话 你这个人有靠山 你在单位里很顺利 老板跟你好 同事跟你关系好 你做的事业就能顺利 因为山是你的靠山 水是什么呢 水就是财 所以有句话叫 山管人丁 山是管人丁的 然后呢 水管财 为什么很多庙 风水很好 在山上呢 他边上没有水呢 因为他不需要水 河上是接受供养的 他有吃有穿 他就天天这样 他不要钱的 他连家都不要 所以他就在山上就可以了 山管人丁 所以你们要学这些东西 所以你们买的风水画 最好是山和水都要有 那是最好